接下来呢我们再通过大屏幕来看一段监控视频 我们看到的是7月2号发生在浙江越青的事故现场 我们来看一下一辆轿车呢在右转的过程当中不小心把一个孩子 这个小孩正在玩耍 轿车在右转的过程当中不小心呢把这个孩子卷入了车底 同样的事情在浙江瑞安也发生过 当时呢小女孩正蹲在路边玩耍 一辆黑色轿车准备右转的时候右侧车头撞上了正在玩耍的孩子 当时现场是非常的危险 万幸的是这两个孩子经过紧急抢救都没有生命危险 面对警方的询问呢 这个肇事车主表示事发的时候自己根本就没有看到孩子 经过警方调查之后发现啊 这些事故也确实是由于视线盲区造成的 那究竟哪里是视线盲区又该如何避免 我们的记者针对多种车辆的视线盲区 做了一个实验 那我们的这个实验需要借助的工具呢 就是我身边的这样一个锥筒啊 这个锥筒的高度呢是在70公分 相当于三岁左右的一个孩子的身高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就要把这个锥筒放置在私家车的前面 侧面以及后面 来看一看呢 这个我们视觉的盲区大概是在哪一个范围 可以看到这样右转弯的时候 这个锥筒是被推行了一定的距离才停下来 那这也就意味着如果这是一个孩子的话 那么他已经从这里被压到了这里之后才会被人发现 在驾驶室的位置上真的看不到这个锥筒的存在吗 记者随后坐进了驾驶室 并对锥筒的位置进行测量 根据测量 在一般私家车车前一米确实存在视线盲区 虽然在驾驶室能看到成人的存在 但是如果是个小孩或者是小动物 是不容易发现的 除了右前方 在车辆的右侧方 也常常会因为存在盲区而发生事故 因为前车在行驶交汇处的时候 车辆右车的重步 发现不了后车这个车头所处的位置 在交汇这个行驶处的时候 这个勇于引发事故的喷叉 因为这个地方是这个视觉盲区 那么对于公交车来说呢 它更大而且呢 视野也更加的开阔 它存不存在视觉盲点呢 我们继续利用这样一个相同的锥筒 来实验一下 记者首先将锥筒放在了公交车的侧方 一般来说 在车辆转弯的时候 大型车辆存在内轮差 那么在车体的右方的哪个区域 是视觉盲区呢 这边看得到吗 看到一点点 看得到吗 看不到 根据测量 公交车虽然在右侧方是安装了下视镜头 但是在一米五范围内 是发现不了行人的存在的 而对于公交车的后方 虽然安装有GPS 但是由于倒影视角范围并不是很大 因此只有在窄一窄的一米内 是能够发现物体的 一旦超过这个范围 在倒车的时候 司机就不容易察觉行人的存在了 除了公交车之外呢 其实像我身边的扎土车 等大型的重型货车呢 也在右侧方是一个视线的盲区 别说我身边的这样一个小小的追捅了 连我一米六的这样成年人的身高 司机都未必能够看得清 能看见吗 看不见 看得见吗 看不见 随后记者在司机不知情的情况下 将追捅放置在举车右侧 大约一米的位置上 现在扎土车司机正在转弯 他能发现追捅的存在吗 碰到了 刚才你在转弯的时候 能不能看到这个追捅 看不到的 就是碰到它才能感觉到有个东西是吧 碰到它也只能看到上面一点点 也只能低下那个小镜子 看到上面一点点 记者又在实地进行了测量 在扎土车这样的大型车辆 右侧两米的范围内 如果有行人或电动车从这里经过 刺激很难察觉 以般来说 大型车辆在路口转弯时 前后轮并不在同一轨迹上 产生了所谓的死亡弯跃 只要进入这个危险区域 即使离前轮还有端距离 车子后半部分 还是会将骑车人卷入车底 酿成悲剧 与此同时 扎土车司机还跟记者透露 在车辆的右前方的这块区域 因为视线被车身挡住 视角也并不是很好 视频道